大家好 我是Will 今天 我们来分享日本最神秘的义企儿童失踪案 被列为日本三大神隐事件之一的 松岗生死失踪案 松岗镇生是日本的一名软件工程师 有一个幸福又美满的家庭 妻子松岗龟子是一名全职太太 俩人有三个可爱又乖巧的孩子 一家人住在距离东京没多远的 慈城县牛九市里面 1989年3月5号的晚上 妻子龟子突然间到了老家的来店 龟子的母亲因为疾病去世了 第二天松岗镇生就带着妻子 七岁的女儿 四岁的大儿子 以及两岁的小儿子 前往了龟子的家乡 距离牛九市500多公里的德岛县 小松岛市参加了葬礼 葬礼操办的井然有序 仪式很快就结束了 在与亲戚的闲谈当中 镇生提出自己还没有找好下榻的旅店 一位亲戚热情地邀请了他们 赞助自己的家中 也可以当作一次家庭旅行 镇生和龟子没有多考虑就答应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次原以为是快乐的家庭旅行 却把他们推入了无尽的痛苦当中 3月6号晚上 松岗一家抵达了位于小松岛市 60公里以外的真光市 真光市位于德岛县的郊区 四周环山 是一个安静又漂亮的小城镇 龟子亲戚家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 视野开阔 可以俯瞰整个真光市的风景 松岗一家当晚就住下了 3月7号早上8点15分 镇生带着孩子们出去散步了 龟子和亲戚则在厨房准备早餐 因为小儿子还不能走太久的路 镇生只能全程抱着他 估摸着早餐应该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镇生就带着孩子们往回走 亲戚家的房子 前面有一段陡峭的石梯 一共差不多有10米的高度 对于孩子们来说 爬这样的石梯 着实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然而4岁的大儿子松岗生死却兴趣十足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拉住了父亲的衣角 说还想再爬一遍石梯 镇生就让生死站在原地不要动 先把弟弟抱回去再出来带他 生死也是听话地点了点头 镇生抱着小儿子进了屋 等他走出门口的时候 实际上却没有看见生死 目光所及的范围之内 也没看见孩子的身影 镇生以为生死只是等不起他 自己先跑去玩了 然而 在小树林和附近来回找了好几圈之后 都没有看见儿子的影子 一路叫他的名字也没有人答应 在他进屋到走出屋也就短短的40秒的时间 绅士不可能跑得很远 镇生突然感觉到事情不太妙 回家告诉了妻子和亲戚 亲戚立马是召集了村民一举寻找 几个小时之后 孩子依然没能够找到 上午10点的时候 焦虑万分的镇生报了警 警方立即派出了 真光市警察署的半数力量 连同县警察机动队 消防队 当地义务消防员 以及热心市民总计100多人 开始在亲戚房子周边两公里外的范围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两天后 依然是一无所获 3月8号 警方加大了搜寻的力度 动员了超过200人的搜救力量 并将范围扩大至整个真光市 但是几天过去了 依旧没能找到 松岗绅士的任何踪迹 警方对松岗绅士的大规模搜寻 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关注 而对于绅士失踪的原因 也是众说纷纭 亲戚叫了房子在半山腰 进出只有一条小路 而且人际罕至 路上只要来一辆汽车 甚至是自行车 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而且事发当日 山脚处刚好有一个农夫 在农田里面务农 他说那天早上 没有看到什么汽车 或者是可疑人物上山 所以诱拐的说法不成立 想想绅士 他才四岁 而且当时还没有吃早饭 怎么可能在四十秒之内 走下这么陡峭的台阶呢 即便他走下了台阶 走向了树林 那松岗正深 也会很快就赶上了 肯定能够看到儿子的影子 再说了 如果是正常的状态下 绅士 他应该是能够听到 父亲在叫他的 不可能不回应 所以 迷路这一说法 也不成立 松岗生死 会不会是意外跌落了山坡呢 但是 经过了警方地毯式的搜索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 四岁的松岗生死 就这样在短短的四十秒之内 神秘的消失了 而且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于是 关于生死被神隐的着法 开始在村民间流传了开来 神隐是一个具有浓郁日本民俗特色的词汇 在古代的日本 专门用于描述孩童在山里无故失踪 且完全无法找回的情况 因为日本早期的村庄都是傍山而立的 有许多的山精鬼怪的传说 所以那些在山里面无缘无故失踪的孩子 被认为全是被神明抓走藏起来了 而这些神明大多指的是狐仙 和童 天狗之类的妖怪 这也意味着孩子是凶多吉少了 松岗生死几十秒内凭空消失 除了被神明抓走 似乎找不到任何让人幸福的地方 3月16号 在德岛逗留了10天后 松岗一家决定返回慈神县 因为女儿还要回去上幼儿园 然而就在这一天 松岗正身接到了一个怪异的电话 那正是这个怪异的电话 让这起失踪案多了一些 不祥和诡异的气息 孩子失踪后不久 德岛选警方对松岗亲戚家的电话 安装了露营设备 3月16号晚上 亲戚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松岗正身接听了这个电话 你好 请问松岗太太在吗 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 声音听起来大约在40岁左右 听口音像是德岛县的人 女人说自己的女儿和松岗家女儿是同班同学 自己是家长代表 幼儿园听说松岗家的儿子失踪的事情 筹集了慰问金 打电话是想确认一下 应该把这笔钱送到哪里 是陈七幼儿园吗 对对对 你的孩子也是月亮白了吧 是的 是的 我是钟元真李子的妈妈 那我们明天就回慈城县了 到时候直接送到我家里来吧 好的好的 那我抽空就送过来 随即 女人就挂了电话 幼儿园那么快就知道了消息 还组织了募捐 龟子觉得有点奇怪 而且女儿的幼儿园在慈城县 为什么电话里的女人口音听起来是得道人 但儿子失踪 对她的打击太大 她没有经历细想 只是当做了一个普通的来电 3月17号 松刚一家是回到了慈城县 但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一直没有出现 几天之后 龟子去幼儿园问了魏文金的事情 然而幼儿园老师的回答 让她毛骨悚然 什么魏文金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也没有组织募捐活动呀 中元真李子 班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惊慌的龟子立马回家告诉了丈夫 夫妻俩才意识到 几天前那通电话 很有可能是绑架儿子的人 为了确认自己一家人的行踪 刻意打来的 镇深随即把情况报告给了警方 然而警方却好像突然对这件事情 失去了调查的兴趣 先是停止了大规模的搜索 仅仅保留了立案 然后又说当时电话录音遗失了 当时的日本 没有电话的返向侦查技术 于是这通神秘的电话 变成了一条中断的线索 儿子失踪后 松岗震深室辞去了高薪的工作 一家人节衣缩食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寻找儿子的旅途当中 他向50多家传媒机构 提供了儿子的失踪信息 儿子的照片 以及个人的联系方式 由于媒体的大肆渲染和报道 夸大了案件当中诡异和惊悚的部分 这起失踪案很快就震惊了整个日本 被称为了日本三大神隐事件 而有关松岗生死的目击证词 也开始在日本四处的传播开来 一位德岛县的主妇报警 声称是在市区见过生死军 绝对没有看错 然而这条消息却被当时的警方无视了 一位山形式的主妇说在米泽市 上山公园里面的一家商店前 看过生死军 松岗阵深立马在公园附近投放了大量的传单 但是一无所获 中国地方一个VCD出租商店的店员表示 自己曾经看到过一个长相酷似 松岗生死的少年 来店里买了一张泰坦尼克号的海报 付款前 少年曾向另外一个站在门口看起来像是黑社会的男人 确认了海报是否符合要求 并且男孩子的手上有明显的瘀伤 然而店长本着一视不如少一视的态度 没有向警方通报 之后他也再没有看见过这个少年和那个男子了 诸如此类的目击者证词非常的多 但是因为分散的太广 设计的地点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无法追踪的 随着时间的消失 媒体的热情已经是渐渐的退散了 松岗生死失踪案也是渐渐的从大众眼前消失 然而三十年后 一档电视节目让这起案件再一次的推到了舆论的焦点 日本TBS电视台有一档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 叫紧急公开大搜索 他与日本全国各地的搜注中心联系 为失去记忆的人寻找家属 2018年1月公开大搜索节目当中出现了一位自称何田龙人的年轻男子 何田龙人失去了记忆 只是隐约的记得自己在四岁的那一年 跟一对像是父母一样的男女上了公交汽车 在车上他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大叔的家里 大叔不允许他万数 一直将他禁锢在房间里面 节目的热播引发了网络上热烈的讨论 有人把何田龙人和松刚绅士当年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 发现两个人的眉宇相似 就好像是从一个人小时候与长大的样子的对比 而且何田本人的描述里面 他在四岁的时候被不明身份的男女拐走 也很像是松刚绅士当年的经历 而之所以那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松刚绅士的半点东西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一直被人监禁着 网友们的推测是越来越兴奋 这桩流传多年的悬案 难道会在30年之后 会以这样的一个意外的方式揭晓谜底吗 德岛县警方立即联系到了松刚一家人 与何田龙人进行了DNA的鉴定对比 然而结果却让大众大失所望 2月3号 德岛警方公布了DNA的鉴定结果 何田龙人与松刚一家并无亲子关系 几天之后 何田龙人的亲生父母也找到了警方 表示自己的儿子患有一种罕见的精神疾病 会丧失之前的记忆 并且填补错误的记忆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发病 并且离家书走了 真相揭晓 很多人对此事已经失去了兴趣 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松刚绅士失踪案 又一次回归到了平淡 失踪了30年的松刚绅士 直到现在 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有没有长大 这起案子 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一期普通的儿童失踪案 是因为里面包含了几个难以解释的疑点 短短40秒之内 成功拐走一个已经会说话和走路的小孩 这对绑架者的身手有极高的要求 当地的农夫说 没有看见可疑的人物 假设他的证词可信 那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绑架犯是他的熟人 那个时间上山并不可疑 第二点 绑架犯没有走大路 而是在山林里面找到了下山的路 打电话的人知道松刚亲戚家的电话 还带有得到口音 这说明他应该生活在得到 仔细回忆电话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电话里面的女人 其实并不知道松刚家孩子在哪个幼儿园 哪个班级 他是一步一步诱导规则说出来的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话语诱导术 通过模糊的话术 让对方说出细节 掏出更多的情报 这说明 犯人应该是一个高智商 善于伪装的人 而后来 警方的态度也是很可疑 当初如此大动干戈的搜寻 却在仅仅9天后态度180度大转变 不仅放松了警惕 还遗失了如此重要的录音文件 这其中 是不是有着黑幕呢 这里我有个大胆的猜测 这起失踪案 会不会从一开始就已经设计好了陷阱呢 从龟子接到母亲去世的电话 到亲戚家的热情邀请 再到警察的大规模搜寻 神秘女子的电话 农夫的证词 故意流传出来的神隐传说 会不会背后有着某种更大的阴谋 但这个阴谋为何会套在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小孩身上呢 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也无从知晓了